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南韩方面也要派军人去乌克兰 北韩方面现在表现得非常生气 朝鲜参战其实对韩国冲击非常大 这这样标志的乌克兰战争的危险真的升级了 中共作为共产党集团的叛徒 它反而成了老大哥了 当年冷战爆发 韩战是第一场战争 那现在是乌克兰战争 然后是韩国和朝鲜去乌克兰开战 现在冷战也过时了 北韩那个军队 到底在恶战能够多大战斗力 我是怀 中国 俄罗斯 朝鲜 又一次结成了一个新轴型 上次对抗的是美苏对抗 这次对抗的是美中对抗 据说朝鲜派兵支援俄罗斯 中共也是不高兴的 它希望乌克兰那种打仗 拖出美国的体力 中共鲜血凝成的友谊 一个是苏联 一个是朝鲜 一个是越南 苏联和越南 都有和中共直接开战 同志家兄弟的友谊 可以说是一钱不值的了 金日成 临终前也告诉金正恩说 绝对不能相信中共 请订阅精英论坛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